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老公老公 這邊都在做大減價 我想再買多幾件衣服 老婆老婆 你經意貌若天仙 穿什麼都這麼漂亮 不用再買了 不如交多些月費給myradio 支持客更好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或許… 朝廣告 比外賣 整景點 和許可 答庭節目《神秘之夜》跟大家見面 大家都不需要偉言,在街上很多人都跟我說 什麼時候做《神秘之夜》 失驚無神,很多時事亡 做這個節目有時都頗花心血 時間方面,如果不容許,我也不輕易去做 這次做得其實是有些原因 這個題目本身是很有足夠的挑戰性去做 也找陳志雲博士上來,他才值得上來講這個內容 事源在大概一個星期前發佈了一個新聞 技術人員現在可以去我的電腦層面 那就是這單新聞來的 那我就不開聲了,因為我們也會做一個翻譯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Kepler》這個太空望遠鏡裏面 他就看到一些比較異常的情況 那現在新聞的發佈就稱之為《Alien Mega Structure》 那當然我們很強調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個定論 就現在懷疑可能是 那這個節目呢 現在這個新聞節目做得比較詳細些 就訪問了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這位加萊導航 那首先要強調這件事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和陳志雲博士都知道 加萊導航很喜歡作大的 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歡他 原因是他作得太大 但是他又很有生弊的 我們很希望像他這樣 他一去講這個 我聽完全程之後 我就覺得是很值得去做這個節目 原因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以前不是講過UFO 不是沒有講過這些外星文明的事情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科學化的方法去講 就算自己做科學 我都很避開這一類的題目 就算播放講的時候 因為實際上你真是理論的東西很多 但你真的有多少證據拿出來 可以真的去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不是很多 所以那天我看了之後 我都給了一個PM 陳志雲博士 這個似乎是近年 就是one and only one 唯一一個是可以 以科學的角度去探討 究竟有沒有外星文明的一個 一個事例 至少我們有一些新的發言 是顛覆了過去 我們自己物理上的認識 究竟這些這樣的星 和太陽系的存在形式究竟是怎樣呢 我簡單講講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大家知道在近年 美國太空總署射了一個天文望遠鏡 在地球的軌跡來的 實際上不是太遠的 但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專門看到一些 在外太空 我想那個範圍都不是太遠 就是我們自己的銀行系裏 類似地球的一些行星 那個技術的層面 待會我們第二節 可能叫陳志雲博士講詳細一點 因為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你看到 這個物體 事實上它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看到這些東西 科學家如果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態度 它不會這麼輕鬆去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ET 或者我們看到一個外星文明 我們跟它招手 大家不太期望有這些東西 雖然我們以前做節目 也有這些類似的傾向謊 其實 其實 不要說十幾期 那天十幾期其實都是流的 至於什麼飛碟 外星人 更加不要說 但是這次 就可以 有些人會認為 是一個突破性發現 是因為在這個 Kepler Space Telescope 我簡單稱之為 就是Kepler的太空望遠鏡 它看到在一個距離地球 距離我們太陽是一千五百光年的一個地方 算是很近的 一千五百光年的一個地方 算是很近的 用這個通俗的說話 就是 光要走一千五百年的距離 才去到那裡 那如果從那裡回到那裡 就像光牙那三千年 那如果我們看到的話 這也是一千五百光年前的事 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 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 而這個星一定是在 這些物體 一定是在我們的銀河系裏 整個銀河系 你由左至右走均離 光要走十萬年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 光要走一千五百年去到那裡 其實都遠遠未走出我們這個銀河系 是啊 那這個這顆 就是 旁邊這個物體 我們首先講一顆星 就叫做KIC84622852 好巧巧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太多你已經不可以明明了 那你就發現了 在它的旁邊有一個 暗黑的物體 可以這樣說嗎 算是 就是 一般來說 可以講一些技術細節 那些天文望遠鏡 我們聽到很多 大家可能聽過哈佛望遠鏡 那這個又是叫做 開普勒 CAPLA的望遠鏡 那樣 哈佛這些是望遠的 而且比較望一些 大尺度範圍的東西 那這個 CAPLA 專門是真的望一些很近的東西 就在我們銀河系裏面 而且專門是望一些很暗 就是專門是找一些 發光的星隔離的一些行星 這個就很明顯了 因為地球這些行星是不發光的 是啊 那你要望一些 旁邊不發光的東西 其實事實上的難度相當之高的 我們在自己的太陽系裏 看一些不發光的東西 我們要看火星、木星 都容易一些 因為它都反到多少太陽光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去找隔離 人家的太陽系 人家的太陽 人家的太陽 隔離的那些行星 然後你還駁一下 看可不可以拍到它 那就不容易了 其實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你駁去就是 那顆行星本身 走過你和它自己本身的太陽之間 於是乎就令到它自己圍繞著的太陽暗了 那我們就證實了有個行星在旁邊圍繞著的 這個就是等於我們現在在地球上面 看到的日蝕月蝕那類型的情況 就是等於日蝕的時候 我們看到月亮走過這個太陽表面的時候 令到整個太陽光暗了 我們一樣就是看一下 人家的太陽系上面 有沒有人家的行星走過人家的太陽 令到有些人家的日蝕的情況出現 在這個新聞的訪問裏面 那個女主持人用了一個比喻 如果你看電影 就在後面投射 突然間你見到一個螢幕上面 出現了一個細細格的四方的跨 很明顯你一個推論就是 咦?在那個鏡頭的前面應該有些東西 這個推論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 就算去到這樣 大家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問題就是 這個現在看到 這個阻礙著一顆星去發光的東西 是阻礙得太厲害 聽說好像近乎一個土星 一個木星那麼大的一個物體 又說另外一個數字 一般我們預計 平時人家那些行星 走過人家的太陽的時候 會令到那顆太陽暗了3%左右 3至4% 是典型的 但是呢 今次見到這個 竟然可以暗20% 那是很奇怪的 即是很少可出現一些 即是可以說 這個kepla這個project 開始以來 很少可見到一個這樣的事例 一個 即是暗黑程度 即是令到那個主星 可以暗了這麼多的一個這樣的行星 首先你想到就是它應該很大很重 似乎就是超乎了我們想像的一個結構 會在裡面 那你也說得比較輕鬆一些 因為如果這樣聽 那些人都不覺得有幾件事有幾嚴重 因為呢 因為呢 在這個訪問裡面呢 這位素萊爾作大號稱的這位加羅道雄 就說呢 這個很可能就是自哥倫布 在這個500年前發言新大陸以來一個最重要的消息 那現在剛才陳正雲博士描述那個天文現象 有幾項解釋的 就包括四項 那就是現在你鏡頭面前看到這個就是 可能是一顆很大的隕石 一個瑞星分解 然後就圍繞著中間一顆星去轉 即是黑雷瑞星圍繞著太陽 這個意思 但是它是一個分解了 甚至乎很離山的 那又或者是一個 應該是隕石層了吧 小行星大 小行星大 我們太陽系也有的 就是火星和木星之間 會不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小行星大在這裏呢 就飛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一大堆碎石圍繞著這個太陽 即是他們的太陽去轉 第三件就大惡些了 就是火星撞地球 是啦 他們那個星是發生火星撞地球 就爆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以上三個呢 老實說 其實如果計條數都 照計都不會有這件事出現的 反而不可以這樣說的 譬如說小行星大這些 不是一個很離奇的一件事 我們都願意相信 很多其他的太陽系 都一樣有這些小行星大的 但是我覺得第四個就過癮些了 是的 第四個就是有一個人造的Mega Structure 所謂的Mega Structure 就是一個很大的Mega Structure 但是呢 其實他都沒有講到 他有講到 但是他講得不太清楚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長一點 頭三個都基本上講一些天文事件 就是很偶爾發生 巧合發生 但是第四個就有趣了 是的 第四個是什麼呢 因為呢 在一個大概幾十年前 就開始有一些科學小說家 甚至有一些科學家 他就會想一件事 就是說 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人類的文明 他那個使用能源的形式會怎樣 其中一個對人類歷史的看法可以是 可以是以使用能源的形式界定 譬如以前我們就鑽木取火 然後又有這個可能是 天然氣、燒煤、天然氣、石油 或者是其他 或者總之越來越有效 去大規模使用化學能 就是最頭幾個層次 然後還有核能 這個就是物理的能源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去到如此 其實我們那個能源的能力 如果以一個相當高程度的 或者所謂智慧的能源來說 都是很水平的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的能源 像現在我們的能源 就算是怎樣 譬如去火星也很困難 你最近看那套火星的任務 其實是吹了一一 其實以現在的能力 要去到那套 都幾辛苦 幾難搞 所以有些人會想 一件事就是 如果在這個宇宙裏面 我們會有一個比人類更加高超 或者更加有智慧的文明 其中一個指標是什麼呢 就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能源的使用場地 我想這個推論 以科學界來說 應該是承認的吧 嗯 應該是 即是 我們自己的地球人 運用的都是地球的能源 即如果有興趣去真的聽聽外星生命的朋友 你很容易會想到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那些外星人 其實就有他們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 他們用起能源上來的尺度 是可以很有效 更加先進的 從而令到他們 即是很容易就達到星際飛行這個效果 對我們來說 你真的要由這個星到隔離發光的星 對於人類現在的能力來說 都還是不可能 是的 其中一個限制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能源的使用 那個能力很低 是的 好了 如果我們從這個推論來說 就是 如果假設真的有一個高等智慧文明的時候 它是會守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吸納了 和使用了這些在羽毛裡面的能源 是 能量 其中一個最大的方法就是 譬如 在它旁邊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行星 去用它的能源 用在自己那個文明的發展上面 是的 即是地球人都認識 但是地球的話 就依然站在地球上 去採集這個太陽能 嗯 這個採集的情況 我們在第二節 我們會長加介紹 但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 如果在一個 即是比地球高一點點的層次 他們會用了一個星 作一個能源的 即使用的來源 跟著更厲害 跟著 就是用到整個銀河系 所以呢 即是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加拿到熊 他提了一個叫Type One Civilization 他沒有解釋這件事是什麽來的 其實這件事是值得解釋 因為如果你這樣聽 這是什麽叫第一類文明呢 其實你就 亡言不知 就是不知道他講什麽 現在在地球上面 我們用這個能量的方式 就叫Type Zero 就是最原始的 是最原始的 我們推論 就是如果 將來的人 這個有更加 這個外星智慧的文明 他用的話 他必定是用到一個 即是更加有效率 更加龐大的 否則他不足以 去做一些很驚天動地的事 好了 那這個呢 跟我們剛才講的 發現這個有什麽關係呢 就是會不會現在這個 這樣的物體呢 其實 其實 你回到我們正常的畫面先 其實就是這個 在吸收著那個星 這顆 就是KIC-846-852 這顆星的能量 即是說 我們現在真的找到一個 我們先前想像不到 那麽大的一個結構的物體 跟著就跳到下一步 就是會不會其實 其實已經是有一些其他的外星文明 已經是懂得整一個這樣的物體 用以來去採集這個 即是比我們更有效地採集這個 他的自己由星發出來的那個能量 那但是 這個中間的邏輯推論 是不是應該有少少跳躍了 是有些 有些step 是未做的呢 那當然啦 那首先就是 就是 有沒有可能去建構到 那麽大的一個東西 那此其一 那另外就是你都要假設了 即是有個外星生命在這裏出現了 那還有就是 那就是說 我們都基本上不知道 那個大結構的東西是什麽來的 原來如果你發覺 原來上面 是一個很整齊的結構 那麽就大件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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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又寫著 有個牌子名的 有贊助商的 那麽就大件事啦 可能叫做小米 是 那麽 那麽不犯高潮 那麽 但是現在整件事的問題呢 就是這件事呢 其實就遠在2009年 已經是看到的了 那麽 那麽要去到2015年 即是市駕六年呢 那件事呢 才可以作為新聞去處理 那麽 在科學家裏面來說,這個做法是保守還是正規的做法? 應該這樣說,保守就是他們的正規做法 但很多時候有些人想快點拿到曝光,就會快點報 其實有幾個原因合起來,2009年的時候發現了 但由你發現到你要反覆驗證多兩三次 反覆驗證要多幾年 不是說是不是外星文明的問題 就是你看到的東西,是不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已經不是去到後面的結論 譬如我寫下,我看到這個結構的光度減少了多少 我要再做多幾次,從而可以告訴大家 你的實驗五差,觀察五差是多少 這個作為科學論文發表是必須的 所以他們真的等著這幾年收集多數據 而另外就是說,原本他們都不用那麼長時間收集多數據 但很差不差他們去用那個結構的 壞過 是壞了一點點的 令到他們有些結果想拿都拿不到 想驗證就驗證不完 不過這個題外話說一點 其實譬如說這些上去太空那些 差不多十區旗球都壞過的 哈佛壞過,結構也壞過 很多個都壞過的 只不過問題就是,壞了出來的時候 他在太空中處決定的原因就是 我們去補飛,或者我們去製成本有多高 以及值不值得 但問題就是,你上到太空其實已經花很多錢了 你跟著不下手去製,其實根本就全部報廢 哈佛壞過的例子就是被迫著製造的 放到上去才發現是不清的 戴錯眼鏡,量度數不適合 然後結果就真的要傳多次 一班人上去又換這樣,換那樣 這些就真的被迫著你換的 不然就什麼都做不到 不是,你由這個推論就是 你說最近那道火星任務,送人去火星 我告訴你十區旗球一定是哈佛的 一定有事 所以太空工程本身就是一個 你預料一定會有錯的工程 你任何錯的可能性都盡量去模擬 然後都要找出一個解決方案 是啊,那就是梅菲地律 我們說回來,這個時隔六年 其實就是花了時間在裡面 去肯定現在看到那樣東西 是真的影響了光度的 就不是我們說去推論究竟 後面有沒有一個所謂外星文明在 是啊,而且就是說 我們要確認這個大結構 是真的圍繞著那顆主星去轉 而不是偶爾一塊烏雲地飄過 你起碼能夠計得出去 這些光暗變化多久出現一次 例如好像在其他的星 看到地球什麼時候遮蓋太陽 但是可能幾年就一次 這又視乎你站在哪個星那裡看 譬如我們要去確認到這個月亮 是真的圍繞著地球 有時是會經過太陽中間的 我們也要去計算 這個下一次的日食月食是什麼時候 至少計算到它的軌道 是啊,計算軌道 我們也同樣就是 如果你說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人工的這麼巨大的結構 就是圍繞著它們的太陽轉的時候 照計算你應該都可以計算到它的軌道 以及計算到它的光暗變化的周期 的確他嘗試去給出一些估算 但是有些他猜 他明明猜是2014應該會發生一次 但是因為那個望遠鏡壞了 它壞了的位置就不是說它看不到 是它的頸轉不到 於是乎就令到想看也看不到 驗證不到 都是就著有限的現在的資料去做一個報告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 但是現在這個不是說它轉 它應該是Stay了在這裏 如果它是一個整個大的環狀結構 是一個好像腰帶那樣的 其實你都可以說它一直轉 可能是一個東套圍繞著中間的一顆星去轉 它就整個環在這裏 但是這個環本身是一路去轉 就是等於我們看一個土星環一樣 是的 我們看不到土星環轉 但是你走過來 你發覺其實整個一疊在轉 是的 剛才看到那個就是說 我們試過很多不同的解釋方法 但是都不是我們習以為常 我們現在是一般的一些行星系統裡面 會見到的現象 於是從這個推論就是說 這塊東西本身會不會不是 所謂自然界的東西 是一些人工的東西 這個又要說回 剛才我們也提到的 今次這個發現 我都覺得是幾顛覆我們一路的 對於人地太陽系的認識 我們大約就會覺得 其他太陽系是怎樣 那就像我們 是的 我們以自己的情況去看 估計別人 大概都應該是這樣 我們去找別人的太陽系隔離的 那些這樣的行星 已經不容易了 找到一兩顆已經很開心 當然沒試過很認真 看到他們整個系是怎樣的 我們估計的話 可能開頭又是有幾顆 小顆一點 重新一點的 好像我們的水星金星 是近一點 但是有時可能它有些星系 是有兩個太陽的 很多是這樣的 然後就有些是輕一點的 甚至乎有個小行星大 但是我們很少會預計 就是會不會 外面其實有很大的烏雲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可能星際氣體 又或者怎樣的東西都好 一個大的 可能真的一個 一個腰帶這樣的結構 我們沒有什麼 去預算這個 我們知道的物理很簡單 就是萬有引力定律 甚至乎不需要去到相對論的層次 但是好了 你知道這個是一個 最基本的原理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 由這個基本原理 去真的解釋到 不同的太陽 去形成的機制 會不會有幾種不同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觀測的能力 是很受限制的 所以一直不是一個很熱門的 研究的方向 我想用一個成語的比喻 就叫做井底之蛙 都可以說是 我們經常在井裡見到 外面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推算 我們在井裡見到 那個星 那個天空 在井以外都是這樣 是的 我們對於天空上面 很多的星 一個單顆星 去形成的機制 我們算是 反而知道得多些 因為發光的東西 我們要有多些方法去看到它 但是你說對於一個發光的東西 周圍 那個不發光的系統 那個機制 可以說我們知道是很少的 這個整個project就是嘗試去看一看 在地球以外的行星系 或者所謂的太陽系 它有沒有一些類似地球的 一些這樣的行星的形態 那當然 其實這個不是 最擁之意不在走的 大家很肯定 後面的潛在字就是 如果有地球的話 跟著就應該有一個 類似地球這樣的生命的系統出現 這個其實就是 我想整個 要去太空 其中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 大家要找的東西 如果我們找到一些 叫做人工的痕跡的時候 我們從而推論就是 咦 那裏會有一些文明的出現 的情況 所以整件事 事實上是有一個 邏輯的推現 但是整件事 也都不是說 那些人憑空想像出來 或者想出來 去靠估 因為如果 一個最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要問 太空總署拿分定 其實你要說服到人 就是做這件事 我先做什麼 那於是 其實在幾十年前 事實上已經有 我們講的科學家 不是飛碟專家 不是什麼其他東西 是少林子正宗出身的科學家 去嘗試去論證 或者推測 究竟在我們地球以外 一個很浩瀚的銀河系 甚至我們的宇宙 有沒有可能有高等智慧 或者生命的出現 那這個問題 就是用嚴謹的科學去推測 究竟是怎樣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跟大家詳細講講 好 又到廣告時間 這次其實這個組合 我自己是沒試過的 在我旁邊的陳雲 在我旁邊的幾圖 我跟陳雲做過節目 我跟幾圖做過節目 但我三個就沒試過同台做節目 沒試過同台做的 我不想的 這個節目 一開始我就講講廣告 什麼是廣告呢 大家知道了 我們三個就會是一個 類似Talk Show的形式 會跟大家見面 這個講話 用我自己形容詞 是世紀組合 因為我們還沒試過同台演出 還有在Halloween之前那一天 對 三劍合璧 大家就會問 我們這次講什麼呢 我們這次講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就是香港的命運 但是處理手法 就不是太嚴肅 事源我們三個 不多不少都跟神秘學 扯上點關係 尤其是陳雲那隻大盆今次了 不要變成這次糟糕了 OK 其實對香港的命運 除了你寫書之外 你會不會偶爾做一些 一些手法令香港人的命運轉運呢 一定會 除了是支爆 即是中國爆 然後香港行運 但這個是大勢 但是你說 正確地掌握著香港命運 或者是令一些壞的事轉走它 這個是要靠神力的 如果有大的颱風來 我會祈請神靈保佑 這樣也很漂亮 另外如果真的有很強力的事情 就是靠護法 干預得很細緻的 就是大盆今次了 OK 大盆今次了 先聽完 至於紀徒那份 其實它有本天書 你本天書在哪裡 有沒有帶來 你早點說過當然是帶來的 這個就是吳斯青先生 即是在七十年代那時寫的一本 天命占星河 這本書其實很多術層界 都視這本 就是一個叫香港命運的一本奇書 因為在七十年代 已經很多人找到 它裏面碰到很多個題目 都是二三十年之後 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時刻裏面 看到的那些問題 譬如它一早已經說了 在六四 八九年有六四的事件 它已經說了出來 還有呢 也都說了大嶼山 將會變成一個局隊 國際之都 哇 這些厲害 南亞島也有一個說法 不過它最厲害 它也有提及 如果你想認識香港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但是香港有很多看術數的人 都往往忽略了 只顧著看山 不懂看水 然後水底之下 別有玄機 這就是天命占星河 我們看到那時候 裡面的皮毛的知識 還有很多深層的那些 我不會看的 是 那本書 可以給你的了 那你用不需要下去 在維多利亞講 潛水看看 我很想 你很想 還有近這三年 我也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對於研究 因為專注了在香港整個 那個命格 那個地運 你會看到 在近這三年那裡 有很奇特的轉變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 一種體會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再了解 之前的 例如陳文先生 他講的那些 香港很多的典故 或者很早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高人 已經佈了一些局 你會發覺 我是有的 還有我覺得 是應在這個時刻 有些事情是要啟動的 所以近這三年的時候 我將整個 無論是飛碟學 或者我們寫電影 那個創造學 都想推行一種叫做改革 嗯 令到自己那裡 找回我們自己 即是香港的本廣 裡面的一些 很難得的一些活力 嗯 當我們去港版的時候 就 就是 不多不少 有些事情都能扔到的 因為港版的時候 原來香港就快變成飛彈基地了 是啊 是啊 如果你說水 在這個 那會想不到 解放軍會 在這裏 防空導彈系統 幾天已經想過了 是啊 是啊 如果再聽幾條講完呢 然後呢 就有潛艇基地了 這裡 可能已經有了 好 是吧 整個題目 我相信一定會很吸引 原因很簡單 就是 我們現在去看很多的事情 我們想知道我們的未來 我們靠人事 我們靠很多科學的計算 但是還差一件事 就是看天明 這件事我們三個嘗試 洩漏一下小小天璣給大家聽 好了 今天到期時見 我們記不記得日子是多少日子 今天日期就是 10月30日 是 星期五 是 晚上八點 八點 地點就是 美羅工業大廈 第一期 二樓 那收費你講 收費就是300元 就抵得難的 我也說抵得 OK 到期日見 拜拜